南方澳的黑尾鱼季节到了 苏妖籍渔船渔鞋发号 上个礼拜六年捕获今年宜兰第一尾的黑尾鱼 重达183公斤 经过了拍卖 由企业家郑金池以109万8千元来得标 将半座请坐式团体享用 宜兰县第一尾今天早上 在南方澳第三鱼货拍卖市场拍卖 一大早就不少民众 特别来跟今年第一尾黑尾鱼拍照留念 而县府苏妖去渔会跟苏妖政公所等单位 今年总共补助了41万6千元 提高陈销人标语的意愿 最后在县长林聪贤主持下 每公斤卖出6千元 总价是109万8千元 由企业家郑金池标下 所有的县与新的料理 从台湾到位 我们把这些鱼货最后的各大清潢 都能够有我们最后的主义的表明 所以我们这些多理 都会让我们进入这些更新 给大家务力跟我们的这些人给予党围 就是把我们在上个人费赛在互党围 在這個局面還是一號零雙 我們想讓我們所有的民主要在全市 大家都可以在全市 各位大家來共襄市 讓我們的民主兵力很大 大方大方的公共會幫大家大方信 雖然我們的民主要有三兩頓錢 我們的民主兵力會大方提升 這樣我們都雙頭一張 今天這個船主特別的開心 他自己多增加出價10萬塊 也感謝我們林縣長 宜仁縣大家長 也給我們鼓勵包了一個紅包10萬塊 那本會也10萬塊 還有我們也感謝書要政長 也是第一次包了一個6萬6千塊的一個紅包 還有我們成銷人多增加了5萬塊 總共這個紅包加碼的部分是41萬6千塊 重達183公斤的宜蘭第一尾是蘇澳籍漁船 獄協發號上個禮拜六在宇納國島北方 大約20海里處附近海域所捕獲 船長陳生玉捕獲第一尾 相當開心 而這也是南方澳第三漁獲拍賣場啟用後 所拍賣的第一尾黑鮪魚 希望為船主帶來好彩頭 拍賣市場 從第一市場圈魚啟用以來 也是第一次的黑鮪魚的一個拍賣 今天真的是盛況空前 尤其今天那個拍賣價 每公斤是6千元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這艘船幾乎是每年都 非常的一個好的成績表現 我們也祝福這艘船 也祝福我們所有的移民朋友滿載 連續三年 彪到宜蘭第一尾的企業家鄭金池表示 他決定跟往年一樣 伴桌請入室團體跟老人家享用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蔡芳報道